老公啊 只要一上夜班啊 老婆啊 就会打扮一番 穿上漂亮的衣服出门 然后呢 婆婆不放心 悄悄的跟随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呢 我就讲给大家听 麻烦刷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呢 先给我来个长按点赞 谢谢大家了 小梅啊 每天啊 期盼着老公小光上夜班 因为啊 只要小光啊 上夜班之后呢 小梅啊 就会精心的打扮一番 穿上漂亮的衣服呢 出门 久而久之呢 婆婆呢 就发现了异常 所以啊 就跟着儿媳妇 有一天晚上呢 发现啊 自己儿媳妇啊 竟然啊 干这个后啊 心疼不已 那么小梅背着老公和婆婆都做了什么呢 我们啊 继续往下看 小光呢 今年28岁了 小梅呢 比老公呢 大两岁 两人呢 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之后呢 小光经过几个月的追求下 两个人就确认了关系 大学毕业后呢 小光就把小梅啊 领回家 让父母爸爸关 小光呢 父母呢 对小梅的评价是非常的高啊 人长得漂亮又温柔 贤惠 知识达理 是一个难得的好儿媳 之后呢 两人在双方父母的见证下 一起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呢 因为呢 工作在杭州嘛 所以呢 在双方父母的帮助下 在杭州啊 买了房子 就定居在杭州了 结婚第二年呢 小梅啊 就生下了一位可爱的宝宝 然后呢 就辞掉了工作呀 在家专门带孩子 由于小梅呢 辞掉了工作了 所以所有的生活呢 重担啊 都压在老公一个人身上 本来呢 两人一个月家庭收入能达到四五万 现在呢 瞬间减少了一半 所以呢 小光压力啊 非常的大 每月除去近一万多的房贷之后呢 加上一家三口的生活开支呢 一个月下来啊 工资啊 所剩无几 因为小光啊 是个独生子 在今年的老爸生病啊 也花了不少的钱 所以呢 重担都压在小光一个人身上 现在老爸病好了之后呢 小梅呢 为了减轻老公的负担啊 就商量着 让婆婆来杭州啊 给自己带孩子 小梅呢 继续啊 出去上班 然后小光呢 就给妈妈通电话 妈妈呀 非常爽快的答应了 愿意啊 来杭州啊 为他俩带孩子 小两口啊 也非常的开心呀 婆婆呢 来杭州之后呢 小梅呢 就开始上班工作 最近呢 小光的妈妈呀 发现小梅呀 不太对劲 只要儿子啊 小光一上一夜班啊 每次儿子小光啊 前脚刚出门 儿媳啊 后脚就会换上漂亮的衣服 打扮一番啊 并且每次出门的时候啊 都不会给婆婆说一声 所以呢 婆婆啊 每次看着儿媳出门啊 看着她化好精致的妆容 穿着漂亮的衣服 心里啊 就非常的不舒服 婆婆啊 就在想这大半夜的打扮的这么漂亮 然后不好好的待在家里面 到底是干什么去呢 婆婆呢 越想越害怕 觉得儿媳啊 会做出对不起儿子的事情呢 一想到这里呢 不由的更加的紧张了起来 为了弄清楚事实的真相啊 婆婆决定啊 偷偷的跟着儿媳 看看她到底做什么坏事呢 有一天呢 小梅呢 照往常一样化好了妆啊 出门 婆婆呢 也会精心装备一下 穿上平时没有穿过的衣服 戴上口罩 为了防止儿媳啊 认出她 就偷偷的在跟着儿媳后面 看到儿媳啊 是不是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她儿子的事情 儿媳出小区之后呢 就打车了 然后呢 婆婆也赶紧啊 揽了一辆出路车 让跟着 大约走了20分钟的路程吧 就在一条胡同啊 停下了 这条胡同呢 灯红酒绿的全是酒吧 婆婆呢 就觉得不对劲 她不知道儿媳啊 葫芦里面啊 到底卖的是什么样 就这样 俩人啊 下车之后呢 儿媳步行进入了一家酒吧 走进了酒吧之后呢 被门口迎接的小伙子呢 迎了进去 婆婆呢 心头一沉啊 没想到贤惠知书达理的儿媳呢 原来啊 她每天晚上都会来到这里 一个结疗婚的女人呢 每天啊 晚上跑到这个地方 到底是为什么呢 她是越想越心里越郁闷啊 后来呢 婆婆也跟着进去了 走进酒吧之后呢 酒吧里面啊 人生吵杂 光线又比较灰暗 人群啊 不停的晃动 从来啊 没有来过这种场合的婆婆呀 瞬间觉得 头晕脑胀 后来呢 婆婆就找了一位一个位置坐下 这时呢 服务员来到婆婆跟前问阿姨需要点什么呢 阿姨啊 非常的激动 一把抓住服务员的手说啊 我不需要什么 我是来找人的 你有没有看到刚才一个穿着裙色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啊 进来 你能不能啊 帮我找一下她呢 她是我儿媳 她又在这里面呢 我可不能啊 让她学坏了 服务员呢 听到这位阿姨这样说呢 不由的愣住了 不知所措呀 然后呢 就走开了 这时呢 小梅的婆婆呢 更加的着急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突然呢 她看到远处有一个女孩子的身影啊 很像是她的儿媳 而且呢 这个女孩呢 正在和别的男人喝酒 看到这一幕呢 可怕婆婆气坏了 大步走上前啊 一把躲过女孩手里面的酒杯啊 直接就把酒倒在地上 也把这位女孩子呀 吓坏了 这时呢 小梅婆婆呢 发现 竟然认错人了 眼前的这个女孩子呢 根本不是她的儿媳 此时呢 婆婆非常的尴尬呀 连忙给女孩子道歉 婆婆呢 心里面更加的慌乱了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她看到一个服务生啊 就连忙的拉着她 让服务员告诉她 她儿媳到底在哪里 服务员只说了一句 神经病吧 然后呢 就离开了 婆婆呢 就像蒙头苍蝇 她不知道她的儿媳啊 进来之后究竟做了什么 对不起她儿子的事情 她是越想越害怕了 但是就在此时呢 不远处呢 传来的她儿媳的声音 婆婆呢 急忙回头啊 却看到不远处舞台上啊 站着一个女人 这个女孩呢 就是她的儿媳小梅 只见她的儿媳呢 拿起麦克风啊 跟着音乐唱起了歌 婆婆呢 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愣在那里了 小梅唱了大概半个小时 才从台上走了下来 直接走向吧台的方向 婆婆呢 偷偷的也跟在儿媳后面 看看她呀 究竟是在做什么呢 这件酒吧的经理呢 给了儿媳了三百块钱 儿媳呢 借过钱之后呢 就塞进了包里 走了出去 此时呢 已经啊 非常晚了 路上呢 人烟稀少 也打不着车 小梅呢 就独自引人往家的方向走 走到一半的时候呢 婆婆呢 实在是忍不住了 追上前啊 拉住小梅的胳膊 问小梅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小梅呢 见到婆婆之后呢 惊慌失措 她没有想到啊 婆婆会跟着她呀 来到了酒吧 小梅呢 跟婆婆呢 解释道说呀 妈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我去酒吧 其实是去住畅的 你不要误会啊 我并没有做对不起家人的事情 更没有做对不起小光的事情 婆婆说道呢 我知道从你一出门啊 我就一直跟在你身后 只是你啊 没有发现我而已 然后呢 婆婆问她的儿媳啊 到底是为什么这么做呢 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呢 小梅呢 解释说道啊 小光的压力啊 不是太大了吗 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我看在眼里啊 记在心上 想为小光分担一些 我想呢 晚上在家也睡不着觉 上学的时候呢 学的就是这个专业嘛 所以呢 才会去酒吧住畅的 你千万啊 不要多想啊 我去酒吧住畅一个晚上可以赚几百块钱 一个月下来呢 差不多雇着房贷 你千万啊 不要告诉小光啊 如果告诉她的话 她一定要会担心我不会同意的 所以呢 我会才趁着她上一夜班的时间出去 婆婆听到小梅啊 这样说啊 感到非常的无地自容啊 狠狠的责怪起自己来 她更加的心疼了儿媳 恨自己啊 当初不应该啊 不相信儿媳啊 对儿媳啊 充满了愧疚 现在婆婆呢 非常的纠结啊 一方面是担心儿媳啊 长得这么漂亮 每天去那个场合啊 早晚啊会出事的 另一方面啊 是儿子小光啊 压力啊 也确实非常的大 只靠儿子啊 以人挣钱的话啊 完全是顾不住的 所以呢 婆婆也不知道该不该阻止儿情呢 要不要把这件事啊 给儿子小光说呢 那么对于这位婆婆的纠结呢 你们会怎么做呢 欢迎啊 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 好了 记得给我长按点赞啊 谢谢大家了 拜拜